港口、加大、洛杉磯分校、醫療中心正在尋求公眾的幫助以辨認一名住院男子的身份 根據醫院發表的聲明 這名男子於星期一在South Milers Street 3700號路段被發現 因身上有外傷而被送往醫院 目前該男子正在接受插管治療 情況危急 這名男子是鴉裔 年齡大約是二十多歲 身高五呎十吋 體重158磅 擁有齊肩黑髮 眼睛為咖啡色 身上沒有任何紋身 該男子有一個黑色的背包 一個裝有日圓的錢包 還有多件旅行裝的衛生用品 任何有該男子相關訊息的人 可致電424-306-5305聯繫醫院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天下衛生用品 晚安 旅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